你没事 给 用奶糕 有点凉啊 师姐 你手怎么了呀 这就是你的部队了 你这犯了错误 你也犯不着摧残自己的手吧 易总 张凯在上班的时候 他看热血漫画 我是在关心你 当这易总面你打我小报告 还好 骨头没什么事 漫画出到多少回了 报告易总 出到二百七十八回了 对了 易总 刚才外头送来一个信封 说让您亲自拆 我检查了一下应该是硬纸片吧 没有什么安全问题 我竟然看到有一个人在偷拍赵文文和李亨利 全身黑色 黑帽子 黑衣服 黑鞋子 穿得跟个黑衣霞一样 果然怕的是赵文文啊 谁啊 一个穿着全身黑色的人 还戴着棒球嘛 那天就在咖啡馆门口 就逮着赵文文拍 你都看见他拍了 你不抓他回来 那天我的注意力全都放在他晕倒的事情上了 我马上就送他去医院了 没估得上 你觉得这是谁干的 这还用猜吗 明天就是格兰城配套设备的定夺会了 这个节骨眼上 送这种东西来 很明显是在威胁咱们呀 所以是易青东想利用赵文文的事 在格兰城项目上反将一军 如果是真的 那专家评委会会不会已经被他们打点过了 那还用说吗 可是这样的话 对你们的努力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你不会妥协的对吧 这些照片 我们三个谁也没见过 千万别告诉文文 知道了 千万别 explic 小莲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小莲 我以为我已经很努力了 可是 到底怎么了 我一直觉得 我们两个人很快就要结婚了 他就能把触角伸向易总 可我没有想到他什么都想要 他得不到的 也不让别人幸福吗 我 佳成 这个女人太可怕了 再这样下去 我怎么能够踏实啊 小婧 你能不能不要在一件事情上 一直在闹情绪 燕飞今天跟我说了 我们两个有可能是婚前恐惧症 可我真的在想我们两个是不是应该静下来想一想 想想这到底是不是我们两个想要的未来 你 你什么意思啊 我怎么听着你好像后悔了呢 我问你 我问你 我如果大学毕业 没有宋教授直接给我推荐到成监院 而是自己做了一个小作坊去做设计工作 生活窘迫 可能要三年 五年 甚至很多年以后才能被勉强地称作一个设计师 那么我们为了都 好了好了 你别说了 根本就不可能有这种假设 我不可能不是宋凯芝的女儿 你 更不可能不是我的未婚夫 现在我们家的机会 条件 关系都有了 你就当成是你的直接拿去用就是了 你不要听高燕飞瞎说 他那创的什么业啊 他要是没关系他创个屁啊 他背后也是有人支持他的 你跟他不一样 你爸妈在清临 你们在设计圈没有关系